哎呀这个好大 哎呀真的两只手了 今天来在这个湖北当阳的关居河畔 这个地方呢是钓友介绍的 说到这里来钓鱼很方便 可以吃住都在这个水上 这个小木屋里面 鱼也挺好 诗经里面有一句话呀说 观观之夕在河之洲 窈窕熟女君子好球 那今天我也演一个条条大鱼 钓友好球 哎呦今天这老板娘啊是 这么漂亮老板娘 这哎你你你是不是那个抖音上的那个邓刚了 哎哈哈是是 哎呀难怪这个就有点 嗯啊你今天到我们这儿来钓鱼呢 这钓鱼啊 那钓鱼怎么收费啊 我们这挺便宜的八十块一天 八十块钱就钓一天 对对对对 钓什么鱼啊 嗯就是鲸鱼啊鲤鱼啊黄尾啊翘嘴啊白鱼啊 然后轻鱼炒鱼啊 但你这么大的水库的面具 没有那个莲子帮头吗 有我们这边会没有 这个因为价格是另算的 我们这普通钓鱼票不太 钓链子帮头贵一些 对对对 那多少钱能钓一天呢 钓链子帮头 我们平时是500 那我现在已经9点了 再到了水边就1到11点了 我便宜点给我 您来吧 我算了我不收费 那不不 那不不 那你不收 你不收费我发挥不好啊 那我都钓的好慢的 我就看看自己水平怎么样 400块钱钓一下今天 可以吗 可以可以 您来 可以可以 那我就400块钱钓一下 可以可以 其实我是很想钓链一下 我也看看我400块钱 自由发挥一下能钓多少云 我到时候您钓了一会儿 我还是要去看一下 好看一下看一下 到底你能 到底你能钓多少 看看我这水平真的假的 是吧 好好好 看一下 看这里 还好地抓鱼的跟鸟 那叫什么鱼鹰 鱼鹰就是把鱼吃在嘴里之后 在喉头那里扎个绳子 然后又吐出来 但是我今天对这没兴趣了 我就想盘我住的小木屋的防费 那个好贵的 贵也没事 我努力啊 顺便把你们的都带上啊 可以可以 今天去散旅游了 走走走 游船的 走走走 先把垃圾收完这老吊味啊 你看这个地方就深水 而且还是个滑尖 而且你看这里的这么清的水 这附近就已经看不见底了 这肯定是吊连用的好地方 今天这个水温还可以啊 感觉今天要保护这个感觉呢 你看这多大的线 哎呀 这个粗子线这不10号线都断了 这叫什么怪物的 10号线都断了 今天用的是七面二的杆子 6加4的线组 5号钩 3号飘啊 吃些6克的 这个架势一拿出来 既是常规操作 也是想干大家伙 开船的师傅说 这里面11年没干过的 那总会有些大家伙 现在有小餐条的洞子 很小很小的洞子 往下往下往上往上 一看就是小餐条的池 别人肯定说 有个餐条池 你有什么好开心的 一般餐条池 就这面鱼今天开口 火心好 餐条不吃就太危险了 哎呀 那什么东西啊 这是翘仔还是莲鱼 还是鲤鱼 还是鲤鱼 还是什么大玩意儿呢 这吓我一跳 说不定动着动着 这咯 一口 哎 嗯 前菜前菜前菜 莲鱼宝和宝宝 大头还是个大头 这 那么深的看得见 大头啊 大头之前呢 你看这 正上这群 这皮毛鸡好啊 不纹 半个小时啊 种了第一条 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品种也挺好 嗯 又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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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掉深一点点 下面鱼大一些 哎呀 这个好像大一些 哎 这个好像大一些 这也稳住 哎 哎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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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像好大 哎呦 这都两只手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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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得坐下来 这个什么 我这大劲 哇 这个我要上呢 哇 好大 你别挡着 哎呦 我的天 把这个拉一下 这火车怎么这么大劲 真上载转 哎 你看这个架多大 宽了 这完全跟那个 一般的那种小黑跟水库 那个雨径完全不一样 开头还没感觉到它大 越拉近越大 哎呀 哎呦 我说掉神的了 哎呦 又蛮大 首先又还可以 这条 你看你看这 往底下是挖的 我先看看你这个什么鱼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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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往下坠哎呀 哎呀 我只往下坠哎呀 臭啊 这起码就只200刀 看看这钩子这 这个可以吧 抱稳 好像幽满大 哎呀 幽满大了 哎呀呀呀呀呀 哎呀 哎呀 哇 真难的 我那手还打破一块皮 6号主线都跟我齐了 现在来7号的 7加5 来吧 今天反正就是这样 不是你上岸 就是我爆肝 3 king 啊 哎哎哎哎哎哎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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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下尾挑啊 差一点质料啊 哎呦 быстр Measure 哎呦这10几斤的 还没发畏 哎呦 你看这个是这个this sun sure的 看得见它 快下来 你看这个 很多人就说 那个钓连庸 很多空腔是什么原因 这个空腔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我们所钓着的 这些水库 这些自然水鱼里面 这个连庸 它是三代通常 有的时候甚至四代通常 也就是说 它有今年的鱼 有去年的鱼 前年的鱼 还有大前年的鱼 有这甚至五六年以前的鱼都有 就是我们钓中大的以后 它一吸 口顶好一打就中 你要是碰到那个小的一吸 肯定也有信号 但是信号明显 看起来动作就幅度小一些 那个就没有力等等 所以这个连庸 它不存在滑口和深口的问题 主要问题就是 你怎样来鉴别 它是个大的吃还是小的吃 如果总是小的吃 总是空的 怎么办呢 耳料上大一点 节奏快一点 它只要爱吃 大的一进窝了 它就会有好的动作出来 哎呀下我一跳啊 我是不得让你跑了吧 这是三间房啊 这是三间房啊 这 嗯 嗯 哎呀 条条都是大的 来呀准备操啊 小伙子 像个船一样 金套海浪啊 操不操得进去 这几匹毛黄的金色的 哎呀爽不爽 这匹毛 早掉深一点 今天多掉好多沃鱼 哎呀你看这个 你看你看这个 嗯 哎呀投降的啊 极高一筹吧 跑得了啊 这15斤 按现在的鱼价200斗 快5点钟了快5点钟了 不掉了 舍不了了 这个鱼等会儿 接着拖到码头来去 这老伯娘穿的那么漂亮 估计吓一跳 哈哈 老伯娘 来来来 快点 我们上这个市下 哎 我们回来了 哎回来了 钓得怎么样啊 来看看就知道啊 看一下 哎看一下 哇我的天呐 这这都是你钓的 这也太吓人了 可以吧 你这你 你是有多少了 我的天呐 啊 不多啊 大概200多斤吧 你看这鱼啊 现在外面鱼价 多少钱一斤呢 你这说的 算了我心里要在滴血了 你这 哈哈哈哈 你这我这鱼都是十几块钱一斤啊 十几块钱一斤 嗯 那不这200多斤 最少的两千多块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你看 你看要不这样啊 我这个鱼这么多 我也拿不回去 我也去卖鱼 那人我把鱼给你 呃 你就我就换我住的这个房费 可以吗 可以呀 可以呀 可以吗 可以可以 啊 真的吗 好了 那都回你了 欢迎再体练一下 哎呀 那太感谢了 太感谢了 那这鱼就都给你了 好好好 谢谢 好好好 哎 免费住一下啊 成功的啊 就一下子吧 防备 我早上的木 都打到 看着木 师傅总要 男人无拘无为 做人做事 同时从中面对 今天来到福建 张州 这个新荣水库 今天到这里来 还是钓连庸 但是今天的连庸 是很有挑战性的 为什么很有挑战性呢 听钓业讲 这里的连庸啊 帘子就是二十斤起步的 然后那个大头都是三十斤起步的 我还很少钓这么大的鱼 能不能钓好 我要努力啊 你好 嘿 刚才是你打电话过来叫钓鱼吗 是是是 你这钓鱼怎么钓啊 我们这里钓鱼是一百块钱一天 一百块 白帘跟大头又多大呀 呃 比较大 都是二三十斤以上的 这么大 对对对对 那平常有人钓起来过吗 抛肝钓得起来 手肝呢 基本上是断线断肝的 很难钓啊 哦 那我钓一下这个白莲花莲 可以可以试一下 看一下你们有没有那个粉饰 几十斤的钓得起来 好 那我试一下 好 谢谢 谢谢 一百块钱 二十斤上的联傭 这一条就转回来了 这老板是不是价格太低了 啊 哇 老板你看 这么美 这钓不到今天也是转的 哎 这个位置我觉得还不错 这 这里一看这个堵坡 就是水深 而且面像大水面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 像个滑坚一样的 给人感觉就是鱼从这里经过 都会从这里走 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挺好 今天就选这里 先开一下 还是那个金本年用单开 很多钓友就是一次开一包 知道他可能用不完 叫大家一个半包的情况啊 二百四十毫升的两杯 到三满杯 三满杯 然后水就两杯半 快速搅均匀 好 一定要让它在这里是平的 还不要堆的一高一滴 这样是平的 它就吸水均匀 在这个天气 只要个三分钟 就可以开始用了 由于今天听这个老板讲 这鱼很大 所以我今天先上来的是 漆面的杆子 七号主线 五号子线 五号青斑东 当然如果这个线组 再对付不了它 我还有八加六 八加七的 十二号一式鲤 三四十斤的连拥 我今天就想尝一下 爆干是什么感觉 战斗正式大响 第一干 走你 刚开始就是不停的抽 不停的抽 不停的抽 把鱼抽到窝子来为止 抽到来再想办法 把它钓上来 基本上都是半分钟一干 哇 老板 你看那里好大个鱼一翻 好大个鱼一翻 不知道会不会是连拥 这个家伙要进屋子来吃一口 至少是三十斤 小动作 抽了半个小时了 第一个小动作 而且也不是钝 就是一撞 就感觉个撞线扭鱼在里面撞线的一个感觉 走你 不会就这么中一条吧 这 这来的幸福来的太突然了 这 是上来还是爆干 哎 是上来还是爆干 果然不一般的 大金 根本就不出水笔 我再看 啊 倒手了倒手了 倒手了倒手了 帮操帮操 哎 哎呀 第一尾第一尾 这吊的嘴里都称不大金 你想象 真上载转 这都是家鲁鱼的 变成了我们宽不宽 刚刚二十 哎呀 二十一 大概二十斤那个样子 撞起来这一条就回本 我说了刚才那一条那个动作 是个白脸吧 因为白脸它无论多大 它进来吃的时候它会有点点再一点这种动作 而花脸一进来都是 一个黑标一个大动作 所以这个脸庸掉多了 这动作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用我们那个黄石话讲就是 我死的不死的 感觉屋子像还有鱼似的 这脸干今天不得了了 这一口大了 会不会是花脸呢 还没开始发力 这还牵着它在 看那个头 还没发力吧 看那个头 你看现在还没够疼它 所以没发力 它估计还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 开始了 开始了 哎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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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是你起的还是我抱肝今天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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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这我到岸上来溜 这条海大些 这条海大些 真有潮 哇 这比刚才那条海大些 二十四 二十六 二十六吧 这肚子多大 但是听着还有更大的 我期待今天就爆肝啊 我们在这夏天呢 钓这么大的莲蓉的时候 一般你都会显这个最深的位置 这会现在多深我不知道 可能有八到十米 但是我们不要根据这个水深 也不要就根据这个鱼要多大 来判断你钓多深 你就从一米八两米开始钓起 有信号以后就钓一米五一米六 就OK了 走你 这条鱼溜的时间太长了 现在连续抛击干 把鱼溜到屋子里面 这现在屋子肯定是没有鱼的 但是它就在这附近 又来了 这手一定要扶高 就这个副角度 你不扶高副角度随时给你拔火 你多强的杆子都是虾 你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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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保持着角度 坑一路 哦 哇它就是一个猪一样慢慢往前走走 哎呀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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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去来 这可以冲吗 冲 这感觉老板一百块钱收错了 这渔情一条就回本带转弯的地方 收一百块钱一天 才一个小时就干了三个了 你看看有多大声 你们 这个大型的白年 他就是这么谨慎 他吃半天小口小口 我没打 我没打 就是很小的口 大一点就两目一打就中了 全是正上这群 又有动作 这好一口没打 这个有点看不清 飘 来了 先稳住他 先不要发力稳住他 又不知道他到底多大 他不用力你也不用力 你这用一用早来就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大不辣 你这 这跟钓青鱼一样的 这是空鱼姿势 这哪里是钓花百年 这 我看看 哎呦 又是大家伙 这不两只手你扒得住吧 超鱼的准备我上来 我看你 哇 哇 哇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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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全是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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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半小时 你看看有多宽的 见过这样的白脸没有你们 啊 给你看鱼 你有没有跟你老婆讲 你今天到哪里去了 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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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你这三三更后怎么那天拍着你在那里看钓鱼啊 现在白脸已经钓得够大够多的了 我也把扶标往上推一点 掉深一点 看下面会不会是花脸 不会是毛种的吧 这么大粒子 这是钓成嘴可不得了的 这是钓成嘴这个鱼好吓人 终于跑鱼了 哈哈哈哈 很大吗 哎呦 郑老师在这里啊 让我开心一回了 哈哈哈哈 崩子崩子了还切了 就是主线切了 刚开始我还不知道这个郑老师啊 看到跑了多鱼啊 很新的了 钓得挺不错的 才钓四条啊 不多 那个鱼都是挺大的啊 大大大大 哇这四条 要是五条起来肯定是一百多斤 哇这么大的链 白链白链 这么大的 这还是白链 花链我还没钓着 所以花链比较还要大 这真是吓人 真没钓过这么大 这一百块太好搞了 老板你除了这个水库以外 你还是做什么的 什么是 做龙家乐的 龙家乐啊 对 你看我这四条鱼我也拿不回去 我把它放掉了 你中午请我到龙家乐吃一餐 可以吧 可以吧 今天就请郑老师去我们龙家乐吃饭 你们点菜不要点太贵啊 要来个养牛肠 养牛啊 真的养牛肠吗 真的养牛肠吗 没有 这个莲庸 这个不见得也钓五十条 他才可能会给个小牛仔子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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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